这是我见过最牛的荒岛求生 他们擅长制作各种武器 用石头打造成一把长毛 用骨头打造成一把鱼叉 在荒岛上不断地收集海鲜 上岛第一天就成功吃上了海鲜大餐 在45000年前 早期人类来到了土耳其东部 他们不断地对环境展开探索 人口也变得非常庞大 他们被迫去寻找一些新土地 但最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海洋 因此他们创造了船只 本期求生专家卡特和比尔 也将根据他们的步伐 他们穿梭在一片鲁尾地上 至于为什么会在这里 纯属是导演安排 他们要通过自己的能力造船顺流而下 来到一片无人的荒岛土地上 开局第一天 他们要努力走出这片鲁尾的到达海边 这里的鲁尾比他们人头还高 人在里面完全看不到方向 很快他们来到了河流岔口位置 要到达海洋最快的方式是走水路 考古学家认为第一艘船的材料肯定是竹子 木头或者鲁尾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工具到达澳大利亚的 卡特也相信早期人类是通过船只飘洋过海的 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也是造一艘船 他们需要寻找一块干燥的地方 比尔看到远处有一片树林 两人决定去拿片平坦干燥的位置来造船 但造船需要浪费很大体力 卡特去寻找一些食物补给 他在地上发现一种草 这只玻璃草可以食用 它能补充微量营养和维生素 他很快就收集了一些回去 比尔正在寻找造船材料 附近最多就是芦苇 但砍发芦苇需要工具 而比尔拥有的工具非常有限 所以只能敲石头来获取蜂蜜的刀片 这海老从第一集就开始敲石头 一直敲到第五集 节目组不给刀也实在没办法 比尔拿着石头在不断敲击 然后从敲下的碎片中寻找蜂蜜的石片 然后他们拿着石刀来到水中切割芦苇 这里的芦苇取之不尽 很快他们就收集了一大捆 他们把收集到的芦苇搬上岸 饥饿使他们干活越发疲惫 造船需要绳索 卡特用芦苇也编织成绳索 这韧性能足以吊起一个海老 比尔将收集好的芦苇摊开晾干水分 最起码要晾晒一两天 比尔累得喘不过气来 卡特还在水中不断地收集芦苇干 就搬着几十斤的芦苇在水上走 确实能把人累死 加上现在天气炎热 卡特在搬芦苇时感到头晕 一可芦苇他根本搬不动 累不重要 重要的是又累又饿 他们感觉快要死掉了 卡特在附近开始寻找食物 必须要吃饱才有精力干活 卡特在脚边发现一只螃蟹 他打算制作一个容器来捕抓螃蟹 卡特收集了一些芦苇 用芦苇来编织一个捕蟹陷阱 早期人类也学会使用草和芦苇编织笼子 要不然早就饿死了 卡特很快就编织好了一个笼子 趁着太阳下山之前 要抓只螃蟹来吃 他在水中不断寻找 很快就发现了一只螃蟹 拿着笼子就劝螃蟹自首 最终成功把螃蟹给抓住了 再抓一个 但螃蟹并不是他想抓多少就抓多少的 要看节目组放了多少才行 他们将螃蟹放入火堆里烤 很快他们就吃上了美味的烤螃蟹 吃饱后两人没有打炮 而是抹黑完成船只的建造 时间来到第二天 这天一早他们就起床整理芦苇 他们需要建造两艘船只 将芦苇用绳子捆绑起来 并且造出船只的形状 在造船的时候 两人出现了意见不合 比尔想把东西塞进里面 但是卡特不给比尔赛 反正就是比尔想塞进去 卡特不给比尔赛进去 一下子比尔就不开心了 最后他们还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完成了船只 时间来到第三天 因为昨天卡特不愿意给比尔赛进去 所以他们造了两艘法子 造这样的法子非常简单 只需用绳子将芦苇捆绑好即可 用数百根芦苇杆捆绑住 防止水进入到里面 然后将浮桥连接起来形成船 最重要的是绳子不能松动 如果出现松动会导致水进入到里面 而沉入大海未杀鱼 两人造这船只用了三天时间 看着他们的建造过程 确实是够用心的 他们终于完成了扶桥的搭建 接下来把扶桥连接起来 即可形成船只 两人把芦苇船搬下水 他们对这艘船并没有什么信心 当卡特坐上去后 却竟然地发现福利非常好 很显然这艘船只是成功的 比尔和卡特就这样乘坐船只漂流而下 他们踏上了未知的寻死之旅 好在前方不远处就是海边 他们在这里不停地滑动船桨 水中的河流非常不稳定 卡特被吓得不敢动 毕竟这么深的河流 掉下去真的会要了节目组的命 两人赶紧找地方靠边 咋啦这是怎么个事 怎么停在这里了呢 花三天时间造好的船只 才游了几百米的位置 就说怕死 他奶奶个腿的 你们尊重我这个 蹲了三天的荒野求生起说吗 他们在这里隐约看到远处有陆地 合格位置和前方海域明显不同 海老直言很害怕 但卡特说我们一定要过去 因为对面有更多的资源 两人又开始搬船下水 这一次他们直接在海上航行 面对的危险是更加大的 但海浪不断拍打着他们的船只 一阵努力后 他们终于被节目组拖到海的深处 茫茫大海之中 就只有这两个嗨老 航行的过程非常辛苦 卡特开始出现运船 逐渐的无法保持平衡 卡特不小心掉入海中 但这并不重要 偶尔搞点节目效果还是挺好的 这婆娘就趴在水中不想上来了 我一度怀疑卡特是想拉屎才掉入水中的 这种电影情节 我看过的比你走路都要多 一阵星光闪烁之下 他们就来到了荒岛的面前 现在他们已经感觉到非常累了 卡特只想快点靠岸休息 两人在寻找合适的下船点 很快就看到漂亮的滩涂 两人家族玛丽往那里开去 一阵努力之下 终于登上了荒岛 两个嗨老快要被泪虚脱了 直接躺在地上休息 这段历程真的非常累 时间来到第四天 两个嗨老在探索精神的驱使下 完成了跨海航行 并且发现了一片充满未知的新土地 比尔觉得这里应该很多鱼 他打算去制作一个鱼叉抓鱼 两人开始对这个荒岛进行探索 我就上厕所脱骨子放屁的时间 比尔这个嗨老又坐在地上敲石头了 他奶奶个腿的 你除了敲石头还会干啥 但凡你能让卡特叫一声都算个男人 卡特也没闲着 他在这里到处探索 在地上捡到很多巧克力豆 应该是黄鼠狼或者土拔鼠拉的事 这是使你如果不想吃的话 可以用来作为生火材料 比尔用一块骨头来打磨成鱼叉 这个嗨老动手能力真的很好 卡特这边发现了一些树枝 这可以用来做胶水 把石头粘合作为武器 这个发现对卡特来说是惊人的 俗称惊人的发现 比尔将骨头打磨得非常精致 这块骨头非常坚硬 卡特这边已经开始制作胶水了 在几百万年前 人类就已经学会用胶水做石头武器了 主要是用来狩猎用的 卡特收集了一团松粒青 将它放在石头上加热 融化后再加入一些碳灰和粪便混合物 动物粪便中含有植物纤维 混合树枝会有较好的粘合性 很快他就制作出了胶水 卡特将胶水收集成一个球 当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加热融化它 比尔这边的鱼叉即将完成 他正在给鱼叉打磨盗刺 当叉中鱼后 盗刺会卡住鱼肉 比尔将鱼叉安装在木棍上 他独自乘坐船只出海打鱼 海老你能穿条裤子吗 一个大男人穿条裙子算怎么个事 这个位置的礁饰非常多 比尔想在这里尝试一下 他拿着鱼叉潜入海底 看到了石头上有很多海胆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海鲜 这片区域的海胆 足够把它吃撑出屎来 卡特用石头切割自己的裙子 他要用来做绳子 这两片石头可以用来做切割工具 这块石头不仅锋利而且尖锐 只要稍作加工 即可打造出一把拥有神力的武器 卡特用胶水涂抹在木棍上 然后把石头插进去粘合 卡特和比尔的动手能力确实很高 给我们展示出的求生技能也非常多 这两个嗨老是唯一在叫我们求生的专家 多次来回潜水捡海胆 把比尔累坏了 但为了食物他必须要这么做 比尔是历史专家 潜水不是他的强项 撬开的海胆因为不够气无法捡起来 虽然食物很多 但或许难度是非常大的 经过几个小时潜水 他收集到了很多海胆 比尔带着海胆回到荒岛上 这些海胆就是他们今天的晚餐 但岸边的海浪非常大 他们在收集海胆的时候 被海浪冲掉了一些 这真的太可惜了 剩下的这些海胆显得尤为珍贵 他们离开岸边 在岩石上生活 卡特还收集了一些海螺 比尔对卡特制造的武器非常惊讶 这婆娘果然不是吃闲饭的 还会制作一些武器 卡特把海螺壳砸开用来烤 而比尔用石头处理海胆 里面能吃的部分不是很多 但非常有营养价值 只要足够多 还是能吃得饱的 这是他们上来以来的第一顿海鲜大餐 只要有食物就能使他们生存下去 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遇到哪些事情呢 期待下一期视频的更新吧